渐渐伊甸一家 明快版 特里伊甸和琼伊甸结婚已经20年了 儿子叫本伊甸 今年16岁 一家人住在密德谢尔郡的一幢独立式小屋 最近刚装了太阳能光服版 靠上网店价补贴 可以在未来的25年里帮他们赚一笔 这是琼想装的 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造成北极熊的绝种而感到内疚 所以宣布全家都要节能 琼还装了宝能灵域限制器 可以把每次灵域的花费控制在十遍室内 全家迄今都觉得还挺够用的 特里和本一直在比谁灵域用的时间最少 本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琼发现这还能帮助他们早起倒出门 这样本上学就不会再迟到了 特里同意琼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今年冬天的能源成本又涨了20% 这些改变使全家更加流星用电量 琼自己也改成了晚上洗头 因为那个时间段的电价比较便宜 而且这样一来还能花更长的时间吹头发 他开始在晚上更多地打扮自己 涂支架油 这些都是在早晨没空做的 特里吃早餐时会查智能电表 看到显示屏上还是绿色就会很开心 因为这代表他们一家金枣没有超过用电限额 智能更换在线服务会通过定期更换供应商 使用实时定价信息 帮助一店一家省钱 特里在谦和同时觉得这种服务听起来很棒 尤其在看到早间新闻头条说 能源价格又涨了 听到同事们抱怨不知道哪家供电商的方案最好时 他觉得自己真正尝到了这种服务的甜头 特里把智能更换推荐给同事们 暗地希望他们都会去签约 因为他每推荐给一个朋友就可以获得50英镑的购物券 那样的话圣诞节礼物就全搞定了 根据智能电表 衣服最好是下午早早时候 或者午夜与次日早晨六点之间洗 这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穷每周有三天在家工作 喜欢别人不在家时洗衣服 天气好就可以把洗好的衣服挂在外面晾干 他很喜欢衣服晾干后的味道 而且自己还能在午后的阳光下歇一会儿 特里非常喜欢他们新加入的功能系统 在他看来 这是帮他从一大堆的责任里解脱出来 但他还是会查账单 因为额外的信息和监控 使他更容易看到能源到底用在了哪里 事实上 整个系统都是全自动化的 所以他可以完全放松 只要使用量还在用电限额内 他就不会去管它 也不用担心这个坏了 或者那个忘记关了 因为这些全游系统监控 如果有问题 系统就会提醒他 全家上周新买了个冰箱 是智能更换为他们选的 虽然这款没有儿子想要的制冰器 但是儿子相当喜欢冰块模具的奇特造型 全家都很喜欢这个崭新的高科技冰箱 尤其是它的节能功能 比如你要是忘记关门 冰箱就会自动断电 这个功能还挺好用的 尤其是带儿子明知老爸阻止 却仍要坚持 看看自己能否钻进冰箱的时候 有个决定 尤其让特里感到高兴 就是他们在屋顶安装了太阳能板 邻居瓦兹刚刚装了一个风轮机 尽管这位瓦兹家带来了不少回报 但特里还是喜欢自家太阳能板的样子 老婆琼和邻居凯罗瓦兹 一边八卦 一边比较各自发电设备的同时 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特里和约翰瓦兹 喜欢互相取消对方的能源系统 不如自家的好 但是两家都认为 他们住的街道 是密德西尔郡最环保 最宜居的 是密德西尔郡最环保